下好 身份證有嗎 有沒有駕照 沒有 沒有 被吊銷 警方例行入檢 對紅帽騎士進行盤查 但他不只駕照被吊銷 表情看起來超緊張 似乎有毛膩 包包蓋一下就好不好 沒有 什麼 沒關係 遠景直覺敏銳 要求查看騎士包包 果不其然 當場查獲毒品一包 但這還沒完 恐怖的還在後頭 什麼 炸彈 什麼 什麼 遠景看傻了 小小的包包內 不只藏毒又藏炸彈 警方不敢大意繼續搜 這才發現炸彈數量 遠超乎想像 五顆土製炸彈 雖然形狀不一 但上頭全都安裝隱性 威力不容小覷 原來這名陽性騎士 竟然無師自通 取出煙火黑色火藥造炸彈 甚至一口氣做了五顆 一旦搭配鋼豬彈 恐怕殺傷力驚人 所幸還沒釋報 就被警方逮到 警方調查 陽性男子從事服務業 雖然有毒品前科 但卻沒有爆雷物相關背景 遭逮後更聲稱 單純因為好奇 才會自製炸彈來玩 但最後也被以毒品 及槍暴彈藥管制條例 依法總辦 這位王鎮游桃台北采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